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为什么想聊聊东方 因为电视剧我看着就是哄自个打盹的为多 但是东方我一看我啪一下把我盹给赶出去了 提神了 因为他里的那些事对我来说我太有兴趣了 解放战争 中苏关系 我一看中苏关系我眼睛瞪老大 为什么呢 因为里头他这丝毫为回避 毛主席一去莫斯科呆了前前后后90天 80多天 这是空前的 历史上是可以说没有见过这么访问的 这里头反映了许多微妙的事情 那毛主席几次不高兴 那里边都表现出来了 而且这个历史画卷 我觉得搞这种革命历史题材大戏是需要智慧的 有这个编剧 这个语言 他们说这个戏里面涉及到的人物有数千个之多 有名有姓的是500多个人 533个 你想这家伙给他们写 你像毛主席的 好像说有些直接就是毛主席原话 这王老过去分析过毛主席本人这个语言就很有风格 但是我想问你一人 林彪 你怎么拿捏他的这个风格 应该说还是从他的气质上讲 首先他还是个军事家 他还是能打仗的 同时在那个年代 他还属于那个年代的人 这个怎么理解 这个就是说 当时这个表现的表现的规定情景是在1949年 其实那时候大家都好多有个观众说 那时候新中国都成的怎么还打仗呢 那时候你想想 湖南 广西 广东 福建 台湾就不用说了 西藏 新疆 可以说大半个中国还没有解放 四爷正好就是走在走在亨阳 那时候还有大的大的仗要打呢 他也是面临着很大的问题 这面毛泽东你说宣布建国了 打不下来怎么办 是 这个真是 这个呀 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当时不知道的 我们 因为我在北京 北京呢 1月20几号 这大军就已经入城了 入城市 各种活动就都搞起来了 所以底下的事啊 我这是看你的这个电视剧 我才知道 虽然等于啥呢 不过王老不知道 你现在很多人大家以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以为全国都解放了 全国山河一片红了 很多年轻人看出 哎呦 还那么难呢 刚才就能编导聊的说 没错 我还真没想到开国大典的时候 还那么艰难 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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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张 那是的 他还有有有一个情节 就是开国大典的时候啊 讲这边派不派空军来轰炸 他的能力他是有的 因为你那么多人集中在天安文广场 当时就是解放军这边没有多少空军 我们没有制空权 在5月20几号都是上海发生了一次大的轰炸 就把江南找船厂啊 把上海的很多地方都炸了 那时候是毛泽东是很很很很很难过 因为那时候没有办法的 那么反过来到开国大典 他就隔了几个月 那么那么多人 那同时是宣布国家建立啊 是 所以说是非常紧张 当时听说就是蒋介石 是在最后一刻取消了这个指令 对 这家伙 这也他也还有他的考虑 他有他的考虑 他不能说是 因为毕竟是中国人 他不能人心呢 丧失的 他为了赢得人心 他也是怕太得罪了 同时呢在哪里呢 他还有个侥幸心理 不取决于炸不炸天门 我别的 对不对 他不完全取决 我炸了这个 惹起很大的风波 反过来到不好 反过来我一张一张的接手打下去 我哪天回去 他们那句话说的吗 你这曾经进北京又怎么样 对不对 他这么骄傲的 开头啊 他是真觉得他还是有希望 有希望 是是是 美国人支持他 他也有 他当然也经营了几十年了 但是咱现在回头来说林彪啊 林彪我最感兴趣的还不是他打仗 是他那个整个的那个精神状态 你说他低沉 这个话也不对 他他有的地方 他显得挺深 他常常陷入自己的思索 你给给你的感觉 而且他一点没有在表面上 显配自个啊 或者弄拳呢 或者是取胜以后 这个这个有点装不下的 他没这劲 反过来说 他他很低调 真实的林彪是这么个气质吗 是这么个方式 当然我们没有见过 在各种资料上所反映出来的 或别的文艺作品反映 他基本属于这样子 沉默寡言 他寡言是肯定的 沉默也是肯定的 但是在资料上介绍他 他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 他思考 而且他当时都想了什么 谁也不知道 但是我欣赏那个什么呢 就是毛主席 给十大元帅 这个这个发布 这个宣传 而且还发这个服装 元帅服装当时也设计的算是 在那个条件下 已经不可以再高了 林彪饮饼不能去 叶群就说 说你这个 那个元帅服可好看了 林彪结果居然说什么 说我现在 是病号 我是病号 元帅服对我 最适合传病号 最适合穿的是病号服 我就说这个 就能这么说话的人 这也不简单 这个城府深了 这学问了不得 而且从那个上次看那个三大战役 咱们那个电影的时候 我就发现就也许我们在描写林彪这个人物的时候 有些微妙的心理背景 反而让这个人物给观众留下极深的印象 他凸显出来 这个人物感觉有复杂性 这个文桃是这样子 这个戏剧编里当中有一项就告诉你在舞台上怎么处理 就像咱三个人 我也想突出我自己不坐着 我蹲在这桌子 观众一下就知道 这个人挺有意思 等你俩都蹲在桌子上 就是你要跟别人形成差别 中国共产党有许许多多的理论家 那侃侃而谈 那王明 对 是吧 那非常能谈的 那么比方说毛泽东那也是能谈的 但是反过来 像这些军事家一般都不善言 不善言辞 不善言辞 像刘伯诚也是这样 也是一字千金 刘伯诚一字千金 像聂文贞 聂帅 徐帅 徐帅都属于这千金的这些人 哎呦 口井 而且您刚才跟我们还学一段 就是在戏里头 给林彪不是设计了一段台词 在你们剧组都成了段子了 他实际上是这样子 毛泽东在开高大典第二天 是接见苏联文化代表团 王老师知道 那时候苏联不能派政府代表团 因为我们还没有建交 没有建交 那么这之前 就是在7月份 刘少奇去访问苏联的时候 就定下了一个原则 到时候你们一定派人来 派多大的人物呢 说正式的国家官员不行 你还是部长一级的不行 但是呢 比方说闲职的 有些比方说派的希伯诺夫 还有这个 法杰尔夫做协的主席副主席 而且法杰尔夫是苏共中央委员 他这个政官实际也不行 写青年禁卫军 然后来了以后呢 毛泽东就说 你们两个 周恩来一个给他介绍的 老冬人文化工程介绍说 这是谁谁谁 毛泽东说我见过你们 苏联人都这样 他就拔一拔 毛泽东同志 我们没有见过面 毛泽东同志说 中国人呢 是讲见字如面 你们的书我都读过 我怎么都没见过你们呢 这样他们就 原来是这样的 说你们的书都写得很好 你们能不能再写一个 第二本青年 中国的青年纪委军 你们到我们部队去采访 那当然你可以去四业了 去林彪那 他真去了四业采访 采访了很多天 包括在下面的市长 团长都采访了 最后采访了林彪 他就说呢 这个林彪同志 我们采访了这个 这个你们的军队 你们共产党人从不讲自己 你能不能讲讲自己 我很愿意听 他说我自己 我今年42岁 负过四次伤 四度次水 是跟毛泽东学会的大大仗 他是口口声声 应该是不离毛泽东 应该在那个年代的时候 他应该说是毛泽东的好学生 那个年代 我再强调一下 那个年代 这个四平我没打好 就刚才大家说 顺利人那儿 没打好 然后四宝临江是我的转折点 四爷的番号我最喜欢 谈我自己 上半生不好说 下半生说不好 对不起 江江三远行广告 最后见 好 对不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